我們在財經報站4月20日的收市廣播 今天恆生指數繼續相當悶悶 收市升了29點 29,936點 成交方面增加到1,957億 但有600多億的成交來自美團 美團昨天公佈了配股和好換股債券 單一隻美團成交有600多億 所以扣除美團,整體大市只有1300億成交 和昨天也差不多 在市況下,先看看個別股份 先說回美團 配售股份的消息出了 反而不明朗因素消除了 美團今天升了1.5% 騰訊今天回吐0.7% 阿里巴巴也是1.6% 看到重磅科技股仍然不上不下 做得比較好的板法就是教育股 今天6169,語華教育急升13% 667,中國東方也升了9% 希望教育也升了8% 839,中教控股也升了6% 留意到教育股已經升了幾天了 毛他市場早前的板法大落後 各個板法都叫輪流炒作 但現在的大市又這麼疲弱 重磅股又升不上 變成資金就炒了一些落後的板法 因為這個板法真的相當落後 另外其他股板法 體用品股也繼續有追捧 李寧繼續破了頂升3.7% 安達就緊隨其後升1.5% 仍然未破位 留意安達會不會有機會追捧李寧的落後 即日多士的韜博 今天有點反彈升2.3% 報紙10.052元 早前升得比較急的特步 今天都是偏遠的0.8% 其他股份方面來講 今天內需類的測影股來講 就做好一點 龍頭海底撈升3.9% 報52.45 1579的移海升1.9% 9922的九毛九升5.7% 報31.75 其他個別股份方面來講 就看看916 即是龍圓電力來講 今天升了8% 報12.166 主要內地公佈了 接下來幾年的風電光電 裝機容量的目標 即是龍圓電力來講 今天有此理的作用 但只是它升的 其他股份 譬如208金鋒科技 反而是偏遠跌了1.6% 即使是有政策的目標 或者是出來的話 都未必真是一時之間 即是受惠 因為始終市場 的資金來講 仍然都是不夠 變了很多股份來講 升了上去 就會出現回套 即是 除非大市來講 能夠突破到 29,200點 這個阻力 再加上能夠成交配合的話 大市才有機會 再上網回到 30,000點 這個水平 但是如果沒有 出不了位的話 變成大市 仍然都是繼續 炒股炒市的機會 是比較大的 今天的收市分析 暫時是這麼多 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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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